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解释为什么总是后背疼痛 肺癌分成小细胞癌与非小细胞癌两大类 肺磷癌属于后者 癌细胞主要从支气管开始生长 治疗棘手 每个肿瘤都有各自的致癌基因 找到就能够使用对应的标靶药物 肺磷癌能够找到的致癌基因少之又少 错过开刀机会的关先生 这一回很幸运 次世代基因出来之后 既然我那个是有1%的肌率是会腺癌的变种 被我遇到了 所以他就建议我吃标靶药 我们这一路都有人在守护 都有路可以走 没问题的 谢谢 这一路你辛苦了 次世代基因定序能够提取大量的治疗资讯 锁定变异目标 抑制癌细胞的成长 然而健保并为给付 检测费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 对不少家庭来说 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外科病理工作室 平常鲜少对外曝光 处理过程非常谨慎 以常见的肺腺癌为例 晚期患者的检体采集后 会送过来做单基因检测 有助精准对症下药 特定的基因类型 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 标靶药物健保有给付 肺癌的驱动基因 我们常做的除了192 还有ALK 还有LOS1的话 是我们是做初步筛检 然后如果有筛检 初步筛检有阳性很强的话 就会再去做分身的检测 基因检测能作为 拟定治疗策略的参考 医疗科技进步 就算是肺癌晚期 病友们也不要放弃希望 然后再发授 讲安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